这个因为刚刚 龚军老师就是这么多 认识周杰伦的歌曲嘛 所以是很喜欢杰伦老师 所以我们 连线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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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在那 没有其实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是不是你想这样说 骗我 我懂我懂他想说什么 是有没有这个追星 实现梦想的那一刻 因为像你喜欢丽红 丽红就有那个 评论回复 回复你了对不对 然后你喜欢李荣浩 李荣浩也回复你了对不对 是 是不是 是 不是周杰伦知道你喜欢他吗 不知道吧 所以如果播出之后 他会给你回应你 会想是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着空喊话说 龚俊谢谢你的支持 我看到你在拜托了冰山的表现 他怎么回复你你会很开心 随便回复一下我都会很开心 不需要比如说送你一个什么礼物 不用不用不用 哈哈哈 知道就行了 很开心 可是他五年没发专辑 是不是很郁闷 是的 虽然很想要发专辑 但是也不能给他压力 你说什么 你好善良小天使 哈哈哈 说的是实话 我知道我懂啊 西西你呢 我真的是追星鼻祖 啊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看各种电视剧啊什么的 然后还有后面就喜欢你们都知道Lisa 然后我才去了那个参加节目的 现在有她微信吗 Lisa微信 有啊 哦 哦 我觉得偶像最大力量你不觉得就是因为你找到一个好的偶像 他就有很多的优点值得你去学习 你在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条道路上你就会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 能有机会跟她一起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这才是体现就是自我的一个价值 真的是不是 真的 真的我也是 比如说我穿衣的那个style也会越来越好 就是因为我喜欢Lisa她们 她们就穿得很好看 啊 跟她们学习 对 我就每一次看到偶像 我的偶像也很厉害 然后我就像她们越来越靠近的时候 我自己也会觉得很感动 有成就感动 对对 我觉得西星刚刚说那个特别对 就是追星成功最好的方法就是与自己的偶像比肩 是 对对对 所以站到一起 像我就做到了 像我就做到了 哈哈哈哈